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取得了很好的名次 但还是想要再次证明自己可以更加的好 身为制作人的吴亦凡 并没有因为这些选手们身上的光环而放低标准 在选手于家盟出场的时候 表现很一般 并没有让制作人们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吴亦凡和热狗相级把这位选手淘汰了 但是潘伟博和邓紫棋却给他过了 这个操作让吴亦凡很意外 其实是潘伟博和邓紫棋很犹豫 没注意时间就让选手通过了 只能说于家盟太幸运了 吴亦凡也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不做点评 还是当面指出了于家盟演唱的不足 让这位选手下台后要多多钻研一下 言辞之间非常的严厉 但是又很严肃很认真 这样时候有谁注意潘伟博的表情 伟柏露出了这样的表情 有些丧气 又有些像做错事的样子 很可爱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潘伟博 毕竟他当评委也不是专业的 这一期节目 吴亦凡直言说自己很失望 这一期比上一期还要差 名额淘汰到不够录制节目了 话虽然很 但是态度很受人欣赏 比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样的吴亦凡粉圈本 整齐下来只有那吴克热 给吴亦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吴亦凡拿起话筒说 以后我可以跟你一起做感兴趣的Hop音乐 让那吴克热谦虚的笑了 纵观两季节目 年轻 斯力浅的吴亦凡 为什么由他来担任主场 仅仅是因为流量吗 更多的时候 我们应该看到他的严格是为了选手好 为了做出更好的嘻哈音乐 其次 我们更应该看到他对选手的关心 让选手感受这也是一个有温度的节目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八一八 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